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计划成立200人的网络大使特工队 协助政府宣传正确资讯 被外界批评政府请网军根本是滥用公帑 通讯部长法米对此不知可否 简单交代他会和尼可敏仔细研究 决定网络大使的下一步计划 法米今天在 在选区出席哈支捷活动后向媒体透露 政府目前有好几个对外宣传的管道 例如新闻局和社区传播局 不排除房地部的团队 只会专注在自家部门的课题 他也表明虽然他不拒绝这项努力 但他希望能在传递讯息方面 做好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确保政府立场一致 尼可敏早前表示 房地部领选200人成为昌明政府的网络大使 主要任务是博士谣言 也会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传达官方讯息 实现上情下达 目前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